我是台湾最高的五季生 听民长今日举行立委提名记者会 主席宋楚瑜也亲自抵达现场 并且带领五位候选人一同为八仙事件祈福祷告 我们一起为现在在受苦受难的 我们祝福他们 我们为他们祈福 谢谢主委 谈到八仙城报事件 主席宋楚瑜与副秘书长刘文雄 都情绪激动哽咽回应 不是打马飞可以压得下去的 那种身心的煎熬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非常辛苦的事情 针对日前洪秀柱抛出一中统表 导致许多国民党立委提出反弹 而前立委张素文抢先一步退出国民党 将代表亲民党选新北市参重区立委 整个国民党他没有以老百姓的中心 而是忙于自救 当一个政党忙于自救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把老百姓的事当成大事来看待 那这是我退党的引爆点 未来亲民党在定位与立场上 将不会与国民两党有所冲突 对于是否参选总统大选 宋楚瑜今日做出正面回应 我本人目前到目前为止 我今天很明确的说 还不知道到最后做决定的时候 宋楚瑜 全民党 全民党 小汇取报记者张雨萱 林昌玉台北报导 小汇取报记者张雨萱